打完 今天给我继续来看到 在台湾全球仅剩下12个邦交国的图鲁瓦 在外界持续关注 该政府是不是会改变于台湾邦交的时间呢 现在这个议题是非常非常受到外界的关注 那么针对是不是会外交转向 我国的友邦图瓦鲁他的新人总理戴斐利 他在当地时间1号 当时他就接受了美联社的访问表示 图鲁瓦和台湾共享民主的价值 这也排除了外交转向北京的可能性 至于我的新政府是关系 有更多压力的发展 国家的需要 比较投资和投资 在两个中国的议题 这是图瓦鲁行政总理 在大选就任选市的首度受访 那么图鲁瓦位于澳洲和夏威夷之间 人口大约是有一万一千五百人 战略位置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戴斐利他就表示了图瓦鲁和台湾共享民主的价值 改变邦交对象 绝对不是图瓦鲁人民的一个议题 那么他也表示呢 他希望和台湾重新谈判发展援助的一个协议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呢 两岸相关的问题是持续的受到关注 而大陆外交部在昨天则发了一个声明 在宣布于北部湾北部划设领海基线 涵盖南海到西部到广西南部的一个海域 那么这个消息呢 也是大陆官方时隔12年首度宣布领海基线 那么这也意味着在新的领海基线内 都属于内水是领土组成的一个部分 如果没有经过北京政府许可他国的船只是不得驶入 那么究竟呢 来看到这个仔细的这个说法 根据联合国的海洋公约 所谓领海基线 其实就是测量沿海国领海的一个起点 那么通常呢 是沿海国的大潮低潮线 但是呢 在这一些海岸线 有一些海岸线呢 他们说曲折的地方 或是海岸附近呢 是有一系列可以看到图片中 是有一系列的岛屿的话 就允许用直线划分的方式 在各个海岸或是岛屿 直接呢 就是画一个适当的点 是以直线来连接这些点 也就是基点 所以呢 这些基点就称为是 领海基点 在红色处 这边是可以连成一条线 以直线 而大陆全国人大成委会 其实早在1958年的时候 他们就批准了 关于领海声明的一个决议 大陆方面 他们强调的是 从机械向外延伸 12海里的这个水域呢 是属于中国的领海 那么联合报就指出 此举呢 这个其实就是在向外界来表明 如果发生在领海以内的战事 完全是属于中国的内政 那目前呢 其实仅仅剩下辽东半岛南部 山东半岛北部 尚未划设完成领海的基线 那么这一次呢 来看到其实大陆 他们宣布在北部湾 北部划设的一个领海基线 外交部发布的这个各个相邻的基点 他们之间的直线连接 大陆网友呢 他们也按着这个基点的图 来制造了一个 这个画了这个红线呢 其实就显示大陆新设的这个领海基线 红色以内的海域 其实呢都是属于大陆方面 他们的这个领海 也就是呢 没有经过许可的船只 都不可以进入到他们领海 此举呢就是在向外界来表明 如果这个发生 在领海线以内的战事 完全就是属于中国的内政 那么这一次画的这个图里面呢 在这个部分以内 就是大陆的领海 那么这也不免就让人联想到 日前翻船暗影发了大陆海警 在金门水域常态化之法 进一步是伸张内水 但其实呢根据台湾关系法 金门是属于福建省来管辖 那么依据台湾关系法 如果出事的话 美国是不保护台湾 但是美国呢保护台湾 但是呢不包括金门 那么目前呢 惊吓这个翻船的事件 是持续的在国际上延烧 国际媒体是持续的关注 两岸的一个争议 那么可以看到呢 包括了新闻在台湾时间 今天凌晨他们也播出了 周台记者雷普利特地呢 他是到金门来采访 当时呢他也访问了 当地的观光的船长 船长张先生他就表示 现在是非常的担心 所以两岸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冲突 如何能够呢 你更加彈过的是 西方 由雅仁 向上 市场 西方 在西方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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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西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除了两岸议题外 俄罗斯总统大选也即将在3月17号登场 也是这几天的一个热门话题 不过在大选前 谢普丁政敌纳瓦尼猝死在狱中也引发了争议 西方媒体普遍认为普丁他就是幕后黑手 认为此举是在大选前就要向外界来表态 他会铲除所有的异议分子 纳瓦尼在上个月16号猝死以后 昨天在莫斯科举行了葬礼 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支持者聚集在教堂外 他们高喊着反对战争 而且俄罗斯不需要普丁的口号 他们也冒着被逮捕的风险 陪纳瓦尼走完最后一程 而普丁他则是公开以核战威胁欧美国家之后 隔一天他就宣布成功的试射 俄罗斯最具威力的亚尔斯洲际弹道核飞弹 来威吓这个意味其实是相当浓厚 一起来看 官木抬入教堂 大批支持者不断鼓掌 感谢纳瓦尼的贡献 众人拿着蜡烛围着官木唱诗歌 陪纳瓦尼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纳瓦尼的葬礼 在莫斯科教堂举行 数以千计的民众 冒着被逮捕的风险前来吊咽 美国和法国大使也手捧鲜花 一同出席 纳瓦尼的葬礼一开始受到多重阻碍 礼仪业者接到不明人士电话威胁 甚至一度租不到灵车 借不到场地 参与葬礼的人潮 多到天黑了都还有人献花 同时人权团体指出 当天至少91人 因为悼念纳瓦尼而被捕 俄罗斯总统普丁才刚威胁 欧美不要引发核战 隔天国防部宣布 成功试射亚尔斯洲际弹道和飞弹 为何意味浓厚 这款飞弹射程高达1.2万公里 可攜带三个弹头 一次攻击多个目标 是俄罗斯最具威力的洲际飞弹 而日前德国总理萧茲受访时 提到英国和法国正帮助乌克兰 对俄罗斯未知发射暴风隐藏 长城巡翼飞弹 疑似直接参与战争 让英国官员气炸 痛疲消失错误的说法会害死盟友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则警告 如果乌克兰战败 普丁恐怕会扩大战事 北约很有可能会因此卷入战争 记者姚立强 吴江报导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